客廳墙面上贴着白色药袋 仔细看外层还有透明的塑胶套封住 另一头的寝室以及书房也都盖上塑胶套 避免有人碰触 原来这户人家木造装潢出现重重危机 多处被铸从侵蚀 屋主找来铸从业者消毒 没想到却闹出人命 遭到控诉的业者出面喊冤 说明消毒前都有跟屋主讲清楚 薰蒸农药不能在室内使用 如果有闻到类似瓦斯味 就要立刻告知 除蟲消毒造成死亡意外 發生在去年十月 高雄市古山區這棟大樓 流行屋主請业者敲毒蛆蟲 過程中造成一家四口中毒 其中四歲女童最嚴重肺部 心脏等多重器官坏死 送医后不治 事后经过法医鉴定 女童是零化鋁中毒 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而死亡 另外检察官发现 到场的两名除蟲业者 都没有零化鋁的使用执照 喷药时也没有清场 才会害女童吸入过量药剂 因此丧命 正常来说民众遇到住家有蛀虫 都是使用水雾除蟲 这种传统罐药 勤征除蟲根本不是选项 而两名业者被依过失致死罪起诉 另外主管机关也将针对 没有执照依法开罚 提醒民众业者消毒前 务必清场避免 憾事发生 进行文中军陈胜义采访报道